冰城双西赖2015年12月开始展开一项制水工程 工程原定去年2月完工 但目前为止工程还在进行 完工热期似乎遥遥无期 由于制水工程用来分隔道路的石墩没有放置妥当 造成路面凹凸不平 频频传出摩托骑士翻车的事故 此外当地也没有设置路灯 他们自从做了这个路了 没有灯 没有路灯 晚上很危险 因为晚上要流失人家 老人路过OKU路过也是蛮麻烦的 我们也是派我们自己员工去顾卡巴 要叫他们小心一点 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马路 一定是安全事件也是蛮差的一种 另外当地小贩表示 赤水工程还导致小贩中心的地面凹陷 地层里也出现均烈的状况 之前没有这样严重了 过后就越沉重越低 这样子又有裂痕那种 所以我怕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脑塔的那种 影响到啦 因为我的耳门又这样中 当地商家和居民已经多次向公共工程局等相关单位反映这个问题 甚至直接找上建筑商的办公室投诉 不过还是没有效文 商家希望当局能正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加速完成制水工程 让他们安心做生意 MTB7 英诚采访报道 MTB7 英诚采访报道 i'll see you